田间地头的小麦 为什么植株矮小 叶片枯黄 雨水充沛的土地 庄稼为何长势不佳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欢迎收看科技之光之 土壤修复的新型材料 农耕乃衣食之源 人类文明之根 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 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 农耕文化早在原始时期 就已经出现了 古有开宣面长谱 把酒化桑麻的农家生活 现有高新技术服务于农业生产 各种各样农作物的产量 也在随之提升 张桂龙是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 一名实验员 每天穿梭余温室和试验田之间 研究记录植物的生长情况 这天 他像往常一样 来到他的试验田里 观察田间植物的生长情况 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一段试验田里的农作物 长势不佳 层次不齐 出现了植株矮小 叶片枯黄等现象 为了弄明白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 他取了一部分 种植农作物的土壤做样本 回到了实验室 研究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作物生长出现了问题 通过测试提取土壤中的成分发现 出现问题的这块试验田里的土壤呈酸性 并且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 土壤中的重金属 主要来源于我们的工业生产活动 重金属主要包括有C2格 CD格 然后钳 铜 钳 钢 钢等等等等 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高 会对作物的生长 生理活动造成很严重的危害 当然最大的危害就在于 这些重金属会进入到作物里边 在作物体内腹肌 那么我们人类如果吃了富含重金属的粮食以后的话 会对人的健康带来极大的损害 面对这个结果 小张不是很理解 试验田处于风景优美 土地肥沃 自然条件优越的南方地区 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农作物 本该长势良好 现在怎么会出现重金属含量超标等 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呢 南方一直是雨水比较充沛的 这样的话 雨水会带走土壤中的碱基氧离子 碱基氧离子的流失 就会导致土壤慢慢地朝酸化的方向发展 土壤一旦酸化呢 就会激活土壤中的重金属 这样就会给土壤带来重金属污染 细心的小张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田地低处的小麦涨势 明显不如高处的小麦 而靠近水渠的小麦涨势 也不尽人意 并且我们通过测试后的数据 也显示同一片试验田的不同地段 土壤中重金属含量 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重金属很多都是溶于水的 它会随着水流的方向进行飘移 水流的上游方向 重金属含量就相对会偏少 而随着水流的方向到下游之后 重金属的含量负极量就会相对地增加 近年来 我国各地区也发生过 土地重金属污染的真实案例 曾经出现了轰动一时的 格大米癌症村事件 然而随着工业发展 城市污染的加剧 以及农用化学物质种类数量的增加 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日益突出 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吴正言是中科院核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从事新材料研究很多年 在从事新材料研究的同时 他也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情况十分关注 近期 他带领他的团队 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纳米土壤修复材料 据吴老师介绍 这种新材料能够抓住土壤中的重金属 消解重金属对土壤和环境造成影响 那这种材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它是如何发挥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他的实验室看一看 我们所开发的这种纳米修复材料呢 主要是基于一种天然纳米材料 它的功能力主要是通过我们的物理 或者化学手段改信以后 赋予纳米材料对中金属的抓取 负极以及钝化的作用 从而消减中金属对土壤和环境造成的影响 当我们在作物根系周围 用上我们的纳米修复材料之后呢 我们的材料就会把中金属抓取 负极在我们的材料上 使得作物在生长过程中 不再受到中金属的干扰 我们的实验员取出两个60毫升的离心管 将氯纸分别置于两个离心管内 并且每个离心管底部都有开孔 取20克沙子置于氯纸上面 将一克修复材料均匀洒在除力组沙子上面 然后各覆盖10克沙子 之后我们实验员配比了30毫升的 虫克酸钾和硝酸格混合液 因为中金属呢虽然说有五六种 但是它实际分类的话 一种是带负电的也就是阴离子 一种是带正电的是阳离子 那么C2格就是一种阴离子中金属的典型代表 而CD格呢是阳离子中金属的典型代表 同时呢这些年我们国家最关注的两类 就是危害最大的重金属 也就是CD格和C2格 所以我们在实验中会选取这两种重金属 作为我们实验的典型代表 我们实验员将混合液加至杀入上方 零融后各取两毫升零出液 在一万转速下离心两分钟 这个时候发现 处理组零出液上金叶的黄色 比对照组的颜色浅 然后我们各取一毫升零出液上金叶 并定融到四毫升 利用电感藕合等一子体发射光谱仪 测量上金叶中虫各酸甲和硝酸格的含量 结果表明 对照组零出液中 虫各酸甲和硝酸格的含量 分别为32毫克每升和40毫克每升 处理组零出液 虫各酸甲和硝酸格的含量 分别为0.22毫克每升和1.6毫克每升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 修复材料可以显著降低虫各酸甲和硝酸格的磷容量 从而可有效控制虫各酸甲和硝酸格的迁移 专家告诉我们 酸性土壤能够激活土壤本身的重金属 进而导致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那新材料是否能够中和土壤中的酸碱度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看一看 实验员分别将5克酸性土壤置于两个乘有25毫升蒸馏水的离心管中 分别取名为对照组和处理组 并向处理组中加入0.3克修复材料 然后用玻璃棒搅拌2分钟 静置10分钟后 用PH试纸测量上浸液的PH值 结果表明 对照组土壤的PH值约为5 处理组土壤的PH值约为7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修复材料可以将酸性土壤转变为中性土壤 酸性土壤的土壤偏酸性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配方调整 想办法使土壤的PH值 也就是它的酸度 从酸性方面逐渐转化到中性方面 这样的话土壤的条件更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通过上面两个实验 我们可以看出 这种新型纳米修复材料 能够固定土壤中的重金属 防止重金属迁移 缓解酸性土壤 但在实际运用中 它真的像专家所说的那样 能够使植物正常地生长 隔绝土壤中的重金属吗 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 这种新型纳米修复材料 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组对照试验 实验员首先把实验对象分成两组 分别为对照组和处理组 接下来我们分别往对照组和处理组盆中 各加入140克沙土 将1克修复材料 均匀置于处理组中沙土上面 并各覆盖30克沙土 然后分别播种两粒玉米种子 并将100克含20毫克重个酸钾的沙土 均匀撒于其上 每隔5天浇50毫升自来水 20天后将玉米烘干 并取0.2克叶子 用8毫升浓硝酸消解 之后将消解液离心5分钟 各取2毫升上金叶 加入到25毫升比色管中 然后加入0.12毫升浓度为9摩尔美生的硫酸 和0.2毫升浓度为10克每升的二本氨基尿 定溶到10毫升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 在540纳米下测量器中重各酸钾的含量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对照组玉米中重各酸钾对应的西光度为0.0797 处理组玉米中重各酸钾对应的西光度为0.0128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发现 修复材料可以有效降低玉米对重各酸钾的吸收 我们的纳米修复材料可以在玉米根系周围提供一层保护墙 从而将纳米根系与重金属隔绝 这样玉米在生长过程中就不会再接触到重金属 玉米苗就可以健康地成长起来 从我们做的实验中可以看出 在富含重金属的土壤里面 种植玉米的时候 如果加上我们的修复材料 玉米的涨势会明显地优于 布甲修复剂材料的玉米的涨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 土壤修复技术也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进步 未来必将向便捷绿色环保的方向不断迈进 更加便捷有效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一盆水泼向墙壁 水滴像钢珠一样滑落 墙壁仍然干爽 将水倒在纸上 水滴像弹珠一样弹开 顺着纸张滑了下去 一杯水倒在玻璃板上 水紧紧靠在中央 不越雷池半步 即使用外力挤压出来一两滴 也立刻跑回去 这些违背我们肉眼常见的现象 究竟是为什么呢 雨 夺爱莲之 出淤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妖 北宋理学家周敦仪 在《爱莲说》中用这样的诗句 表达了对莲花品格的赞美之情 今天 随着科技的进步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一特性 激发了科学家的兴趣 这就是超输水材料 灵感来源于自然界中的荷叶 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仿生智能界面实验室 看看 在电子显微镜下 清水材料和输水材料的区别 任何一个液体对于任何材料来讲 都有它本称的清和输的预值 这个预值对于水来说就是65度左右 水的接触点大于65度就是输水 小于65度就是清水 为了方便观察 我们将水混合了食用色素 白纸上静纸着的红色液体 乍一看 会误以为是一颗红豆 将纸板和针头进行超输水处理后 我们用尖锐的针头戳它 居然戳不破这个淘气的小水珠 并且在针头的作用下 水珠被追得在白纸上跳起舞来 水滴不会被超输水针间扎破 那么会不会像老话常说的那样 汗珠子掉地上摔八半呢 我们用一张白纸做滑梯 当实验员用滴管吸满水之后 顺着白纸水珠落入了容器中 我们看到水珠不仅没有被摔长八半 而且在白纸上没有留下任何水字的痕迹 任凭水滴滚路水珠流淌 在超输水表面上 它们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那么为何超输水材料会与水如此绝缘呢 在超清水状态上 水是完全铺展 接触角变成零 那么超输水状态 由于表面微纳米结构 它使它的接触角非常大 但你看来就像一个球一样的 一个水珠一样的在上面 一个球形的这样一个状态 鱼缸底部游动着几只身形灵活的小蝌蚪 我们捞出其中一只 倒在了经过处理的勺子上 发现水珠完全包裹了这只蝌蚪 小蝌蚪在晶莹的水滴中愣了一秒 随即开始在水滴中拼命地游动和挣扎 水珠却没有任何被突破的迹象 像是一个单独的小世界 要解释这背后的原因 还要从超输水表面的微观结构开始说起 在自然界中 最有名的输水表面就是荷叶和水敏 实验员将样品放入电清室 在内外真空环境的条件下不断放大观察 看起来平滑光洁的荷叶 在电子显微镜下却是另一番景象 其中有许多细小的凸起 这些凸起会减少表面与水的接触 而存留在缝隙中的空气和水分子之间的亲和力也很低 这样一来 梅花庄上的水滴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除了荷叶 还有很多生物的表面具有超输水结构 江湖上人称铁腿水上飘的水滴 虽然自身重量很小 但它能浮于水面上 主要还是靠它腿部的超输水结构 表面布满了清洁的刺 看起来粗糙不平 自然界的超输水材料它只是超输水 我们可以变成超双酥 又可以超输水又可以超输油 它的性能也可以非常强 寿命非常长 人造的超输水就是说 在学习自然的工程中 还可以超越自然的性质 人类从大自然身上受到了多重启发 制造出同样具有超输水性质的各种材料 这是一位全副武装的实验员 穿着经过处理的实验服 当一盆墨黑的水迎面泼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纹丝不动的实验员身上 做过超输水处理的半边衣服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依然光亮如初 洁白如雪 但是另一半普通材料 却不幸地染上了污渍 每次一下雨便会懊恼湿了鞋子 但是镜头中的这个白鞋少年 却踩过污水而不湿鞋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青宫水上飘吗 其实不是的 这只是我们给鞋子变了一个小小的魔术 经过超输水处理的鞋子 即便走入泥潭 依然保持光线 硅根结底的微米结构 主要起力学性能 本正的还是纳米结构最终起作用 那么如果你这个表面是输水材料 这个纳米结构 使得这个水如如何是进不去 所以在液体和固体之间 形成一个非常细微的空气膜 那么就隔绝了液体和固体之间 不能形成完整的固液之变 从而实现了这样超输水 除此之外 还会有什么神奇的现象发生呢 请看表面上看 这两杯水一模一样 那么神奇的现象在哪里呢 当实验员端起两杯水 倒入下面的长接容器时 我们可以明显地注意到 左边的水如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一般 直接落入了容器中 可是右边的水 就如同我们平时生活中 经常看到的画面一样 由于水流在杯子表面绕流的作用 不规则地落入容器中 甚至飞溅到了桌子上 相信生活中的你 也曾经因为倒水 撒溅到周边而苦恼过啊 如果撒溅到桌子上 第一反应就是用纸巾擦干吧 可是 您见过不会湿的纸巾吗 实验员手中是两张一目一样的纸巾 按照生活逻辑来看 这两张纸巾如果进入水中 一定会被浸湿的 可是我们看到 当两张纸落入水中的时候 右边的纸巾几乎完全不受水的影响 而左边的纸巾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浸湿了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 正是由于右侧纸巾的超输水化处理 一块平整的玻璃板 当量杯里的液体倒在了上面 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液体倒在上面如同果冻一般 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柄状 我们的实验员拿起了一个圆形的盖子 在上面碾压 却发现液体Q弹晶莹并没有流出去 这也是因为我们对玻璃板所做的超输水处理 在人造的超输水表面上 人们也经常借鉴这种思路 下面这块黑黑的超输水表面 就是利用激光技术 在金属表面处理出了 类似荷叶的细小凸起结构 这种处理让金属表面 获得了相当出色的超输水特性 在慢速镜头的展现下 落下的各种颜色的水珠 在白纸上旋转跳跃 轻盈而欢快 水滴在每次碰撞时 都会获得一个加速度 调皮的水珠们越蹦越高 实际上我们大多数科学家所做的研究 都是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的本质就是学习自然 像自然学习在自然界里学校规律 那么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的选择 它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智能过程 所以我们在选题过程中往往是通过你的应用目标 和看去看去寻找自然界是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 然后就选择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途径 用研究自然规律发现新的现象 解决新的问题 在超输水表面 还能做到一些平时无法实现的事情 比如说切开一滴水 放置水滴的纸板和刀表面都经过超输水化处理 这样在特定条件下就可以干净利落地 把水切成两半了 切开水滴又有什么用呢 事实上这是科学家们为处理微量液体样品 而想出来的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从基础研究就走向了应用研究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拓展了很多 比如说是超双熟的纺织材料 油水分离材料 可以解决这个船舶 这个柴油当中的这个油水分离问题 建筑玻璃和外墙涂层的自清洁问题 在未来 这技术你可以还可以拓展到空调 还有冷宁核电站火电站的热传导的效率提高的问题 等等这些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 超输水材料带来的不仅是惊艳的视觉效果 在很多领域赶走水都有重要的使用意义 表面附着不上水就很容易保持清洁 可以保护帕水的器材 还能防止结冰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我们都将能欣赏到水滴与输水表面的舞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